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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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那個 我怎麼才兩秒多就到速限了 紐柏林22年最速車款 你有過過過嗎 要吧 我還是有在研究的 雖然不是這一台啦 它是同名啦 比賽是 這一台幾年的 22年5月 公里現在 快2萬7 我總是快27 給我嚇一跳 改裝哪些 卡鉗避震 沒有動 加計有那樣都動 就是旅圈 對 排氣管 進氣 波輪有動嗎 有頭段有 又要寫二節 這樣寫完馬力多少 420到440左右 一場320 對啊 多一百多耶 很兇耶 其實有去跟人家 跑那個 零四什麼的嗎 沒有 這表示台車沒有在操 嗯 沒錯 沒錯 真的 如果有都不敢講 應該看得出來很乾淨 不能踩到這個坎是不是 都會跟那個 上次的人講 哦 那不會有人踩到 你的根氣嗎 一點點 就馬上擦這樣 好 要用它臉去擦 你知道嗎 把那個人 把那個人壓下去 腳再抬高一點 這個貼 這個是算什麼顏色 光灰 消光灰 可是太陽底下又感覺蠻亮的 哦 對 有點變色 看一下 新槓啊 就基本改 EV那個 連那個也用碳纖 進氣 渦輪 沒有它沒改 我只改這個 然後頭段 中尾段 渦輪不可以加大 那個沒有 渦輪沒有 渦輪管 沒有那些都沒動 都圓長 二接近牌啊 對 差不多 這個要多少錢 那五萬多 五萬多 人家不吃不喝 一年還存不到五萬塊 現在年輕人消費能力 做什麼行業 運輸啊 很多朋友從那 擠不在泰國那種 就運回來台灣了 是那種運輸 還有那種就是 飛著飛著包包騎的摩托車 對 這運輸 開大車吧 大車啊 連結那種 差不多吧 那年輕人都會做的動作 連來的比較快啊 要操賽比較快 對 對 我之前開水泥車啊 現在就開最高級 哦 為什麼 玩別的 就換個環境 換個環境 看一下內裝嗎 內裝有動嗎 就擠皮而已 兩個部分的擠皮 其他都沒動 方盤 還有 方盤的椅子 你有用過柳柏林盤射嗎 有 就小小玩而已 小小玩 在哪裡 就道路啊 就在這裡 哈哈哈哈 怎麼會來 都出龍蛋了 哦呦 你是不是就在這裡 沒錯吧 坐進去看一下 可以 可以啊 腳要抬高一點哦 欸 欸 欸 嘿嘿嘿嘿嘿 哇塞 記得我上一台 我那時候有一個MX5車主 賣給我之後 他就換那個 爸 不過他那也是 馬力量旅行的 比較長一點 這個比較好看 超好看 旅行也不錯 全配備都給你了 DCC 他們他的音響 就是位儀表 還有彈射起步 有閥門是不是 我們可以試一下嗎 可以啊 跳開 跳開 空踩也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調模式才會放炮 這是一般模式 你調我原廠內建的模式 才會放炮 要怎麼調 那個賽車扭玻璃 賽車啊 然後踩會放炮 轉速會變高啊 因為把他解 解他的限速 原地怎麼可以踩到氣球 蛤 他應該是四千 四升 就是五升 怎麼會想要賣 就骨盤桿 看可以航行現在有多少 好 好 研究一下 後座 很小 很小 室區很溫喔 很新 藍色安全帶 看到沒有 公體衣服蠻搭配 現在也沒人用過 我第一個 所以你的模式買來就貼啦 一陣子來貼 後箱空間 可以放行李箱 一個半 不到 可以體驗一下這台車 可以啊 看能不能開模式啊 開模式比較嗨 比較有感覺 走吧 然後看能不能開發門 那一定要開 線型教育 你誠心誠意的發問 戰鬥的感覺 目前還沒有覺得 運氣又很快 沒有猜 加一台換什麼車 還沒有想法 那你再說吧 對 對高級 那是已經在開了 打一段可以 可以 3 2 1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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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車牌是有特別挑過的 對 4萬 對 便宜啦 我比較有一組都是從 6、7、8 3 3、7、8嗎 反而被嚇到 我也是聽人家講的啦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感覺現在正常孤應該 感覺啦 了解 肉殺也很大 新車兩年 差60 感覺也沒有差很多 聽到了 快210 新車不是200左右嗎 對啊 然後加選配 對阿 然後音響 音響你看4萬5還多少 忘記了 HK 選這兩個 對 差距不大的話可以聊聊 了解 差距不大吧 呃 蠻大的 大概多少可以決定 有一個數字嗎 呃 總有一個 理想價 理想價 因為改裝就70 存框也是正的 加金品的話 自必要加一點價錢 價不夠 原廠的都在啊 原廠框賣掉 其他全都還在 主要應該還是框中藥 總有一個理想價吧 說看看啊 至少賣個XXX 至少 至少 對啊 這樣只會賠100萬 100多萬 兩年賠100多萬 關注李老闆 比較不強感